经常会有一些口头禅 而这些口头禅有的却是一直流传下来的俗语 很多时候我们只知道奇异 而不知道它的由来和背后的故事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 潮汕俗语中 十嘴九糠仓 这句俗语的故事 在潮汕我们经常会听到 十嘴九糠仓这句话 其实这句话是用来讽语 人多话多 不懂装懂 爱乱发议论 康仓指的是屁股 而方毕也是经常被我们用来形容胡说八道 因此吐不出象牙来的脏嘴 也被比喻为屁股 在以前 有后人家要进新房 专门去请了一位名气很高的画家 希望画家能画一幅壁画给他们 画家名气很大 所以事情也非常的多 整天忙里忙外 根本停不下来 到了房主家提起笔就要马上画 而房主的人家有十口人 都在这看着画家画 七嘴八舌 你一句我一句的都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但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 有的人想画成这样 有的人想画成那样 胳膊相让 扯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结果出来 画家本来画性刚起 这下一切都尽失 再加上本来就很忙 还要在这里浪费那么多的时间 十分的火 于是一声不吭 提起笔在墙上挥洒着 很快十只鸡就呈现在房主家面前 每只鸡都有各自的风采和特色 唯妙唯孝 栩栩如生 画家正要收笔的时候 一小孩突然嚷道 怎么十只鸡 十个鸡嘴巴 而只有几个鸡屁股呢 听小孩这么一说 大家都发现了 原来还有一只躲在石头后面 只露出鸡头在外面 画家笑眯眯的结果化 这就叫十嘴九靠仓 其实这是画家用来讽刺房主这一家人 只是绕了个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秋雨 关注我和我一起